啊 你看那里 你去干嘛 还在干嘛 你没看到他在偷我们家辣椒吗 那都是相亲相亲的 你现在出去以后见面多尴尬啊 那也不能让他一直这样在吧 再看看吧 走 我们去看他摘了多少 阿咪你自己看 他把我们家辣椒穿完了 炼子人怎么这样 他摘给吃就算了还拿个桶子来 不行 我给村长打个电话 你等一下 什么等一下 证据确准你还在人在什么时候 这才给辣椒是小事 但是你这更换一打 那问题就大了 你让椰子以后在村里面还怎么做人 是不是 他在做这种事吧 你还为他考虑 我看你就是怕了 你越软弱人家越欺负你 这不是软弱 我们就是不能太冲动了 我冲动什么了 我看你就是熟了 行了小月 这事你别管了 你先回去吧 我把这些炒 炒完了 我就回去给你做菜 那水给你 小月 我现在有点急事 晚点再跟你说 哼 这让我的辣椒 还那么一只气壮 我将难言与所惆怅 听得五旁尽要讲 心不知所想 花船叫故声声唱 崎岖断唱 谁家枪头又美似芬芳 小月 我回来了 我刚刚又开个叶子了 哦 那你看到她 你跟她说了吗 还说什么呢 我跟她打招呼 她都不搭理我 搞得好像我欠她的一样 都怪你 记得把她抓住我干多好 那我们都是一个村的 以后抬头不见地头见 这样是说不好啊 这不好那不好 你吃了亏就好 你就是手 走 小月吃饭了 怎么还在想着哪事呢 小月什么用 你又不敢管 下次再有这种事 我非说不可 你怕死我可不怕 小月明哥吃饭了 燕子 来了 吃饭没有 一起吃点不 我吃过了 是这样子的 我有亲戚从外地回来 特别喜欢吃本家的辣椒 可是我家又没供多少 就想从你们这里买一点 结果你们都没在家 我就私自跑到你们家 菜园栽了一些 没事燕子 都是自己家里种的 你哪个招呼就可以了 那可不行啊 我一共摘了十斤 按照市场上面 两元的价钱来说 我应该要给你二十元钱 给 燕子 你这就太见外了 我自己拿到这一算去卖 也卖不了这么多钱 对嘛 那你慢慢吃 我先回去了 好 那你慢走啊 来 小鱼给你 我好像不混燕子了 小鱼那你是不是也要给我道个歉 我问燕子干嘛给你道歉 你说我怂 说我怕事 那对不起了 阿民同学 你看你吃的这么菜呢 那我就容量你了 来 吃饭 你脱子给 来 你也吃